好,感谢主耶稣的安排 今晚的聚会,小弟有机会来继续分享撒摩纪下的道理 那今晚的撒摩纪下的进度 我进入到撒摩纪下的十九章 从四十节开始回到二十章的第二节 那在这一段的范围里面要来说明 在这里发生了以色列人与犹大人相争的这件事 而造成了有一些影响 也让我们预期在这一场道理的分享之后 目标是让我们更加的肯定 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 那么上一次道理的分享有说到 大卫王他已经要过约旦河 过了约旦河要准备回耶路撒冷 那么在先前已经有本来是以色列人已经商量好了 要请大卫王回城 那么大卫王也提醒犹大人 你要这个积极一点 那么人家都已经 其他支派都说要请王回去了 你们怎么都没有动静呢 也因为这样子 犹大人也开始动起来 着手来准备 来安排大卫王要渡过约旦河 并且要回到耶路撒冷去 那么在上一回也提到了这个 巴西来他能够得到大卫王的承诺 要奉养他一辈子 但是巴西来晚去晚谢了大卫王的这份的承诺 应许 但是他也扶持他的后代 所以让金函来跟随大王回去 那这是上一次讲到的这个段落 那我们今天的部分 我们就先来读经 撒摩记下的第十九章 十九章 我们要从第四十节开始读经 我们读到二十章的第二节 旧约圣经的四百零六页 我们一起读经 撒摩记下十九章四十节 王过去到了吉甲 金罕也跟他过去 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 也都送王过去 以色列众人来见王 对他说 我们弟兄犹大人 为什么按按送王和王的家眷 并跟随王的人 过约旦河 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 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 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 我们吃了王什么呢 王赏识了我们什么呢 以色列人回答 犹大人说 暗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勤奋 在大卫身上 我们也比你们更有勤奋 你们为何藐视我们 请王回来 不先与我们商量呢 但犹大人的话 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 二十章第一节 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 名叫士巴 是宾亚敏人 比基利的儿子 他吹脚说 我们与大卫无份 与耶稀的儿子无色 以色列人啊 你们各回各家去吧 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 跟随比基利的儿子士巴 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 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 那么在 刚刚我们来读了这一段 撒摩记下的 从十九章 四十节到二十章的第二节 在这一段的内容 其实不长 但是呢 他给我们表达的就是一个道理 其实我一开始一直强调彼此相爱 骨肉之情本来就是要彼此相爱 那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段 他的大概的意思 其实就是 大卫王还有他的家眷 以及王的仆人 包含上次讲到那个巴西来所推荐的金函 都跟着大卫王都度过约旦河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么在四十一节 他说以色列众人来见王 比如说这些以色列人的代表 来跟大卫王说 说什么呢 就说我们这个弟兄啊 就犹大人 就犹大支派人 怎么 暗暗的 私底下 来护送王 来过约旦河 都不跟我们商量 所以 所以 他们就觉得 不受尊重 很生气 不满 为什么 怎么说他们生气呢 这个 犹大人的回答就这样 四十二节 他说 中间有说 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 有什么好气的 我们就好意嘛 护送王过来就好了 干嘛生气 当然 应该 应该 这个当时的语气 有时候 看的文字 未必能够完全的了解 可是至少 语言的表达说 干嘛生气 这是有什么好气的 气什么呢 那当然 对于 以色列的 这些代表 这些各自派的代表 会觉得 一方一开始就不受尊重 都看到 犹大人已经 送王过来了 然后呢 犹大人又不好好讲 然后又 又毁了这个话 所以让这个 以色列人 会对这个犹大人 在这件事情上面 产生不满的心态 那么犹大人也很坚定 就是这样 我这个 这是我们王的亲属 你干嘛生气呢 这是我们家人 我们同支派 同中的人 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当然 类似这样的话 来 激起 这个双方的 不满的情绪 一方面 不满 这一方不满 另外一方 没有好好的安抚 而 用强硬的态度 去 这个 将他们的话语 顶回去 那其实这个 这样的表现 说起来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 屡见不鞋 甚至于 我们自己都会有 类似的 这个 体验 经历 所以 可以缩小到 能一个人对一个人当中 我们也可能这样子 遇到这样类似的情景 一个 不满 一个 一方面 有可能是 得理不饶 我就是这样 你凭什么 这个 说我怎么样 你有什么好气的 等等 类似的这个 遇到的情境 那我们多少 遇到的事情 可能不一样 但是那个心 感受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 以色列人的部分 好了 因为我刚刚有讲 这是以色列人 不满 不满什么呢 好 来 请 请看 这个 41节 41节是 以色列人来对大卫王说的 他说 我们 弟兄 犹大人 其实他们一开始称 他还是承认 等于说 虽然 不满归不满 气归气 可是他们是说 他们还是说什么 我们的弟兄 犹大人 说起来 其实这是对的 没有错 在整个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 都是同一个祖先 所生下 就是同一个什么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这个系统 延伸的这些子孙 尤其是雅各的后代 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有很多 但是呢 是亚伯拉罕所生的以色 所生的雅各的整个后代 等于说是彼此互称兄弟 那正如在诗篇的133篇 大卫所写的诗啊 说看啊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是何等的美 这个是133篇的第一节 一开始就表达了 用那个呼喊的这个语气说 大家来看 在弟兄之间能够和睦相处 这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件美事 所以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形容的情景 所以在这里 当然就跟大卫所讲的那个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何等的美 就得到负面的印证了 因为就不美了 在这里 虽然其实是以色列还蛮有这个道理 就是兄弟有大人啊 所以说起来是一体的建 可是以色列人气之气什么呢 我称呼你们兄弟 结果你们所作所为是没有一家的精神 没有一体的精神 所以我们是同一家人啊 那你们怎么是暗暗去 就送王过河 不通知一下 我们也是兄弟啊 其实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是应该我们都要一起商量 因为大卫不是犹大人的王啊 那个是最早以前 大卫在西伯仁做犹大王 七年半 可是呢 现在的大卫王是全以色列的王 所以是不分支派的 那个是神所定的 所以大卫王不是只有你们犹大人的王啊 他是我们全以色列人的王 所以这个是 这个以色列人所表达的意思 那所以他们就部门就说 既然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称为弟兄 那么为什么你们做私人的事情呢 是要一起去进行呢 因为请王回来 这个是国家大事啊 是大家要一起 尤其这是属于政治问题啊 这个全国的王回来 那一定要有各方的代表 这样子一起来 不是偏重哪一个 其实在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读的 从四十节到二十章的第二节 在这里大卫王都没讲话 没讲话 就是听 就是有人来跟大卫王 这个申诉 旁边的人就顶嘴回去啦 就吵起来 所以这个 所以今天的主角 变成大卫王他是配角 就是在当花瓶 是犹大人的代表 以色列的代表 在那边当场 杠起来 那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以色列人的 第一个算是控告 有大人 没有一体的精神 没有一家的精神 怎么是这样呢 那所以我们就想起来 其实有时候 我们今天在同一个团体 本来就是要互助 我想起来在以前 我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有午休时间 那午休时间 就一个小时啦 你除了要吃饭 抓紧时间 要休息 大部分我们都是趴在 办公桌上面 小气一下 那我记得那时候 我一个主管 他就是 因为公司都是地毯 所以他就躲在 办公桌底下 因为是地毯 就躺着 躺平 也没人看见 就躺着 那我们以前 我们公司是 十二点半 休息到一点半 他跟其他公司错开 所以到一点半的时候 大家就自动会起来 起来就开始工作啦 做这些事情 诶 那个主管 没有人叫他起来 他自己也忘了设闹钟 所以他就睡了 大家路过都看见 没有人敢叫他 而且是坐他隔壁桌的 另外一个同事 也就是睡了 不好意思叫 因为他就是主管 不知道怎么叫 所以大家也尴尬 没有人动静 大家人来人往 这样经过 所以没有人敢 后来 这个主管醒了 他醒了 然后他发现糟糕 睡过头了 其实大概二十分钟而已 也还可以 也还好 因为也没有人出来骂他 总经理没有出来骂人 都没有了 他只是自己醒来 吓一跳 然后刚刚我路过的时候 我们这个主管 骂他隔壁桌的同事 他说 你怎么不叫我起来 就让我这样一直睡下去 那我当时 我的第一个想法说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就是一家精神 对啊 为什么不叫他起来 害他 这个一直睡下去 那我会觉得说 其实 虽然他们都不是信耶稣的 可是其实 我当场的领受就是 本来就要互助 互相通报一下说 上班了 上班了 时间到了 起来了 好意的提醒 当然或许有时候 会遇到那种就是 有时候好意的提醒 反而对方就骂我们 说 知道了 那个 叫什么叫 我自己会起来了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反应 那我们受伤之后 我们就干脆不敢 这个 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不太敢去做 那不管怎么样 其实回到原来的 圣经给我们的原则 就是一家的精神 所以又回到 以色列跟犹大人相争 说 这个是全 我们全以色列人的王 怎么你们就自己做了 那你通知一下嘛 我们也可以表达我们的诚意 我们的心意 这个是 其实是好事 好 那这个就是 以色列人的 就是 你们没有一家的精神 要失智行动 好 那再来 这个话出去之后呢 这是四十一节 是对王讲的 他没有 对王讲 但旁边这个 犹大人的代表 也在旁边 听到 就不高兴了 不高兴 好 我们来看四十二节 说这个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 所以大卫王 不是大卫王回答 是犹大众人回答的 他说 因为王 于我们是清楚 所以你为了这件事情 发怒呢 所以用这样的话语去反 所以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听到 就说 怎么是这样讲的 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表达说 我们是一家 好 我们是兄弟 我称你们是兄弟 就变成 你们在跟大卫王拉近关系 所以 这个以色列人听到 就 你说你进来跟我讲关系的话 他跟你谈一谈 好 来看这个 这个 以色列人的回答 四十三节 因为四十二节 是犹大人的回答 所以引发四十三节 以色列人 按照你们的话 我就跟你来讲 犹大人回答说 我们跟王是有亲属关系 因为同支派 对不对 那现在 四十三节 以色列人就说 你要这样的讲 好 我就跟你理论 按支派 我们与王有十分的勤奋 是什么意思呢 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 那么 那么 犹大 支派 还有跟你们住在同一区的西缅 都是 都是 你算是一起的啦 生活圈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其他的 就是 除了犹大跟西缅以外 那就是其他十个支派 所以你要算数字的话 你要按比例 按比例 按比的话 我们有十 十二分里面有十分 十个支派 是 不是你们 是其他的支派 所以说起来说 我们与王有十分的勤奋 因为其他 这是十个支派的代表 去讲的 所以我们有十分 你们两分而已啦 你要跟我讲说 谁更亲近 那我就跟你讲 我们按照比例来讲 谁 谁比较多啦 就在吵这个事情 好 那么 而且他说 在大卫 他说 我们有十分的勤奋 在大卫身上 我们也比你更有勤奋 你们为何藐视我们 请王回来 不先与我们商量呢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人多 这些事情是 国家大事 是 全以色列的大事 怎么你们 你们就 私底下就 就去做了 你不通知我们 你不跟我们商量 那你按照比例来讲 那你按照比例来讲 我们人数也比你多啊 支派的比例也比你们高啊 为什么藐视我们 就是看清我们啊 所以 所以那个 你犹大人强调 你跟网友亲属关系 结果的 以色列人就不高兴了 那你就 你跟网友亲戚关系 那就是看不起我们 就是藐视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我们就把这个 分别来看 对于以色列人 这个角度来讲 他所受到的不满就是 犹大人 没有一家的精神 再来 犹大人 对于以色列人 不尊重 是看清他们 因为你们一直这样子说 我是王的亲戚啊 我是跟国王同支派的 所以 你们就看不起我们了 好 那么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也会遇到 一些我们所谓的不满的事情 那我们说 我们 无可避免的不满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站在 如果我们今天的角色是 以色列人的角色 我们是受到不满的 我们被轻忽了 被看不起了 甚至于我们 被对方的意见强压过来 我们现在一直 等于说 让我们心中产生 许多的不满 不安 甚至于愤怒 那么 我们该怎么面对我们自己 因为就是无可避免 我们要面对什么 叫做 不满的操练 我们无可避免 不满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要学什么 我们要有一个 这个大方向 其实大方向就是回到什么 圣经给我们的原本 最原本 根本的道理就是爱 然后扩张什么 就是彼此相爱 人与人之间 彼此相爱 好 如果我们今天站在 彼此相爱的 这个大方向的角度上面的话 今天我们遇到不满的事情 我们要想到说 因为要 按照彼此相爱的道理去发展 所以当我们遇到不满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调试自己 那当然 一定要冷静 你说我怎么冷静下来 我已经被人家看不起了 这个当场火气上升了 真的是这样 没有办法 只能趁着什么 趁着现在我还没发生事情的时候 早早的要将圣经的道理多多的累积在我们的心 多多的累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那么当我们哪一天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才准备道理 来不及了 是在我们还没发生事情之前 就要先把道理存继在心 让我们遇到 这个不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马上可以抵抗 正如我们现在 都期待要打疫苗 这件事情 其实疫苗的本身 本来就是用病毒去将毒性弱化 然后去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去记忆说 这个是病毒 那么以后 只要这个病毒进来 就会出动 这个免疫信用就会出动 这个大军去包围这个病毒 然后消灭掉 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的 那我们就说道理也可以 也可以类似我们现在所讲的疫苗 当我们事情还没发生之前 我们既有圣经的记载过去的事情 或是我们听说有些人遇到类似的事情 增加我们的经验的印象 虽然不是我们经历过的 但是我们要既有说 我曾经听过圣经里面有一段话 有一段事情这样记载的 那么传道有曾经这样说过 或是谁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就类似 那我们不满的事情 我们多听 存济在心 当我们遇到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 只能求追溯了 那我们想起 我们曾经听过的 类似的事情 怎么去 要怎么去面对 就像那个免疫系统 然后发挥那个记忆力 想起来 这个是病毒 然后去消灭它 然后想起来说 我遇到不满的事情 我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面对 因为我们无法去抵挡 不满的事情 临到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抵挡 只能面对它 面对它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 藉由每件事情的情况 我们来做反应 那么这不满的操练呢 有一个 绝书讲的故事 一个例子 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 参考 需要冷静一下 来看这个 马太福音的20章 那算是不满操练的反例 马太福音的20章 马太福音的20章 20章的第9节到12节 这里记载叫葡萄园的比喻 那我曾经在这里有讲过 就是我写的是家主故人 这个讲题 其实在讲这一段 那么在这里面 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 他说到这个葡萄园的园主 在每天的不同时段 去外面聘请工人来做工 到葡萄园做工 那有清早起来 有奖定价钱的 也有那个只来做 最后傍晚只来做一个小时的 他也可以发工资 那到最后发工资的时候呢 这个是主耶稣刻意安排这个情节 从来做一个小时的先领工资 然后再轮到最早来的才领 那么所发的工资全部一样 都是一钱银子 不管是来做一个小时的 或是做八小时的 全部都是一钱银子 那么人就有那种预期的心理 就说 这个只做一个小时的领了钱 是这么多 那我多做应该可以多拿 没想到拿到还是一钱银子 所以就引起来做一整天的人 这些人的不满 那我引导各位看 在马太文的二十章十一节 十一节说 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那后来的只做一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十三节 我们来看家主的回答 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 朋友 我不亏负你 我与你讲定的 不是一钱银子吗 所以在这里 我们讲的是不满操练的反例 命令是说他不满 但是提醒我们说 有时候我们遇到不满的事情 你要去冷静想一想 这个葡萄的原主有没有欠我 说起来没有 反正就没有啊 因为一开始家主就跟清早聘起来的工人说 我跟你讲定 你要我葡萄的工作 我就给你一钱银子 就是一天一钱银子 讲好了 所以到最后拿到的工资 有没有少 没有少啊 就是一钱银子 只是和你和别人做比较 你感觉没有多得而已 其实是你没有少 所以要 所以从这个例子 提醒我们说 有时候我们遇到不满的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要想起这个家主的回答说 朋友 我不亏负你 我跟你讲定的就是一钱银子 就是要以什么 要冷静想说 我有没有被亏欠 有时候我们不满的事情 因为我们被亏欠了嘛 可是要借这个 这个 主耶稣讲的这个葡萄人的比喻 来 帮助我们思考 帮助我们说 有我们遇到不满的事情 第一个说 我有被亏欠吗 如果有的话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选项 如果是像这个人一想说 没有啊 真的没有啊 只是我个人的比较 我觉得 我应该要多拿 只是 没有多拿而已 但是 没有被欠 那所以说 可以帮助我们去冷静思想 说 但我要冷静才能去思考 遇到不满的事情 第二个想说 我有损失吗 那个损失是基于对方的承诺 或什么时候 如果我们想一想 没有 没有的话 其实我们要帮助自己 要把这不满的情绪 要 那个素质要降低 也是说 我们常讲冷静 想清楚 你遇到什么事情 那那个 才可以 才会造成后面的 我们讲的就是丢脸了 因为 你 你这个跟他 争到后面 像这个 这个跟主人吵的 十四节 拿你的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 和给你的一样 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 随我的意思用吗 我因为 因为我做好了 你就红了眼吗 变成在后来是家主在教训 也算是在 责备 这个 来 来 这个 那个 这个心中不满的 那个 清早来的这个功能 意思是说 我没有欠你喔 我愿意给他人 是我 我多给的 我 对 以那个契约来讲 我跟你签的契约 我没有给你扫你 那我跟他签的契约 我要给他那么多 你管不着 但是你要 越过这个 这个契约去管别人的事情的话 算是多余的啦 那你要承受 被责备啊 跟你无关啊 你 我这边没有亏负你啊 你没有立场 所以变成 这个家主在责备这个人 所以以这个人来讲 他不只是 他没有被亏欠 但是他多说了 多表达这个不满的心情之后呢 反而被责备 被 算被羞辱啦 所以丢脸啦 那个 所以说 有时候我们说要争一口气 是值得吗 是应该 是可以帮助吗 有时候你争了一口气 没有争到 反而满脸 这个蒙灰啊 丢脸的离开啦 因为 没有站在这个理上面 所以我们 难免 会遇到不满的心情 但是我们要去 学习 趁着我们还现在 平安无事的时候 早早去做好准备 当哪一天 我们遇到不满的事情的时候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想起来 像那个 疫苗 这个的训练 让这个民意系统产生记忆 这个病毒来了 所以要 藉由道理 让我们产生记忆 说 我们遇到不满的事情了 我记忆什么 我们要安静的想一想 我有受亏损吗 有没有 这个对方跟我 有没有 违反这个契约啊 承诺啊 有没有先从这方去想 那 才可以帮助我们去 面对下一步 该怎么 后面 不然有时候我们 有时候不满是我们心里 但是你话讲出去 那就伤害人 所以刚刚我讲那个 葡萄人的比喻 里面那个人 他心中不满 但是呢 他发言了 发言出去 反而被反弹回来了 自己受的更大的伤害 其实他本来没事的 所以我们藉由道理 帮助我们说 我们有不满的心 这是必然的 产生之后呢 要怎么样 在我们发出言语行为之前 就要先去厘清 我们不满是合乎理吗 如果是不合乎理的话 是别人没有错 那是我们自己的感受的问题 要趁着话还没说出去 行动还没有出去的时候 就要赶快降下来 不然的话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如果任凭我们的部门的心结出来的话 你后面的话就难听了 你可能话出去就伤害人了 有可能因为我们的话 要负起极大的代价 所以这个是要 要守住我们的心 所以要趁着 平常把道理存继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不满的操练 那不是说我们多多遇到不能尝试 我们没有办法拒绝不满 临到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遇到的时候 能够回想起圣经给我们的真理 那以正面的意义来 正面的态度来讲 约瑟 《创世纪》记载的约瑟 他可以说他可以更多的不满 因为他都是受亏损 被骗 被陷害 然后被抓去卖掉 被关在监牢里面 可是 从圣经创世纪所看到的约瑟 从来没有因为他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在那边拍桌 跟人家理论 讨一个公道 至少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记载 他就是默默地接受 其实他是站得住脚的 但是他没有去发出来 他就是放在心上 但是他也不自暴自弃 他就好好地来面对自己生命的每一天 不管在任何情况 是在波提法的家里做仆人做总管 在监狱里面被被关做囚犯 那么后来做埃及的宰相 他都是很真诚的来面对自己的生活 面对自己的所遇到的任何一切 负面的事情来了 他用正面的态度去迎接 所以我圣经看到 这圣经里面我个人看到的约瑟 真是了不起的人 他从年幼的时候 一直到他当了全国的宰相 都没有侠怨报复或是自暴自弃 都没有 就是一个很优质的一个人 真的是不简单 那个内心的稳定度 真的是很强大的 不简单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约瑟这样 逆来顺受 那还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可是今天就是要慢慢学习 至少能够让我们不要轻易的 让不满的心一直发出来 有不满的心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在他不影响我们的言语行为之前 我们要控制他 能够控制我们的心 就是不管是任何的感受的话 那个真的是不容易 圣经有介绍说 自伏己心强如取成 应该是真言的一段智慧的话 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理 强过你去攻取一个成 一个成要攻他不容易 有坚固的城墙跟城门 有时候你要围困他 硬工工不上去 要围困几个月 几年 有时候才能攻破一个成 那真的是 勞失动众 耗费许多的资源时间 还不一定能成的 而且要发挥极大代价 但是呢 我们的心 控制我们的心 比功臣还难 那真的是 我们要学习的 那再来 回到 我们回到 撒摩记下十九章 我们来看 犹大人的部分 那么犹大人 他听到的是什么呢 是被控告啊 以色列各支派的代表 在大王面前 就说 没有一家的精神 我暗暗的送王过约旦河 等于说 听到他们在王面前控告 在旁边就坐不住了 就直接反击了 言语的反击 那犹大人他的反击的 这个理由 我们来看 42节 42节是因为犹大众人听了 以色列人的控告 所以他就回答说 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 你们为何因这事发露呢 我们吃了王什么呢 王赏识了我们什么呢 好 那就这里 用这几段话来讲 所以说 第一个 犹大人他强调什么 我跟大卫王是亲属关系 所以在这里说 等于说我们都是同支派 我们是有血缘的关系 尤其在十一节十二节 其实大卫王也给他们这样的肯定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讲那个 大卫王去 去请这个 祭司 撒都和亚比亚 他说 你去向犹大长老 说我们来看十一节 十九章十一节说 大卫王猜人去见祭司 撒都和亚比亚 他说 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 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 请王回宫 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 十二节 你们是我的弟兄 我的骨肉 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 其实这是大卫王一开始讲的 他只是用那个勉励的话说 其他的支派都已经发出讯息了 发出邀请说 请大卫王回城 可是呢 我们是同支派的 这犹大人你们都不讲话的 不讲话 我们是骨肉耶 我们是亲属耶 所以这个其实是大卫王 在先前的时候有表达 那当然犹大人 其实不讲 犹大人也知道 我们本来就清楚 只是那时候是尴尬 因为犹大人去支持了亚沙王 所以现在亚沙王死了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也没有及时的去发出邀请 说请王回来 是大卫王去提醒一下 自己人 同支派的更积极一点 所以我们看回来 这个四十二节 所以犹大人 当然理直气壮说 我们跟王是亲属耶 就正如大王说 我们是骨肉啊 很亲近啊 这是我们家里的人啊 我的亲戚啊 我的家人 那当然 这就是犹大人 他为什么强硬 像那个四十三节的结论 有没有 但犹大人的话 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 更硬的话 他的意思是凶暴 就是说仗着嘛 仗着我有理 仗着我跟大卫王是很亲近的关系 所以你讲的不理你 我才不理你呢 你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就是我们跟大卫王最亲近 所以就是犹大人强硬的根据就是 我们有亲属的关系 然后再来说 我们有时候亡的什么好处啊 我们都没有啊 可是我们愿意这样做啊 因为他我们的亲属 我们挺他啊 所以听起来好不好 这个其实 让以色列人更气了 然后当然只能说 这是犹大人的强硬 那我们说 我们站在大方向 我们说道理的大方向是 彼此相爱 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 如果我们如果是遇到像犹大人的角色 就说今天有人对 不忙我们 因为我们可能 那不忙我们有可能是 是因为我们站得住脚啊 你不满啊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今天 我就回想起来说 如果我们 我们有时候同理心啊 有时候如果遇到 类似的情况是 我们遇到说 别人那么强硬 站着他有权有势 他站着离 然后呢 一直强压我们 有时候我们会受不了 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说 有点理亏啦 或是 或是其他的 或觉得 那何必这样呢 就是 你已经做了 因为 请 请王过河已经 这件事情已经完毕了 完毕了 以色列人才出来抗议嘛 在 申诉这件事情 那 当然 一件事情发生了 所以有点是 尤大人是 得了便宜 还卖乖嘛 就说 就是我们的亲戚啊 其实这件事情 我已经做了啦 不然怎么样啦 这口气 让人家听了 更不高兴 那我们今天如果 站在大方那里 如果我们今天是 我们是 做 尤大人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们有些事情是 可能我们没有 考虑得很周全 而且事情我们已经 好意 我们做了 有时候 我们在生活当中 会遇到说 这事情 如果 我先通知你再来做 错过时间啦 错过机会啦 我好意我先做了 我多做一些了 其实我是好意 其实大家都得力 没有什么亏损 其实都没有亏损 可是有些人 就会觉得不满啦 你不通知一下 你就先做了 甚至有人会 会觉得说 那你是要抢工吗 你是要去 这个彰显自己的 这个名声吗 等等等等 那当然有时候 我们会觉得 其实我也没有 让你受亏损啦 我这样子做 大家都 都省事了 省去一些麻烦 怎么样 变成有人来 来理论的时候 我们就 站着我们的理 站着我们的什么呢 然后就去强硬的 那我们说 但这是我们的选择 如果像 犹大人这种选择 强硬的话 有回话的话 有这样的选择 那要去面对这样的选择 那要去面对这样的选择 结果 等一下会讲 等一下还有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说 如果我们今天是 站在大方向的时候 如果要彼此和睦 彼此相爱的话 那么我们 当我们遇到 我们是得理 站在理上面 其实 而且我们做的都是 对大家都有益处的 只是大家不谅解 或是我们欠缺思虑 没有去通知好 是跟大家商量好 但如果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去消 消除对方的不满 所以要想办法去安抚 其实是我们应该做的 而不是要用温柔的话 去回答 而不是用那个很强硬的话语 去 因为我们说到后来 我们强硬的回话 其实人家反弹回来 我们也是辛苦 因为那个 对方生气啦 脾气来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好 来 我有一段 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的一段话 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 新约的338页 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我们来读13节 十三节 读到十五节 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 有谁害你们呢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 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威吓 也不要惊慌 十五节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我就借用的 因为他这一段其实意思是说 你在传福音的过程 别人因为信仰的不了解 信仰的不一样 会恐吓你 威吓你 可是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跟他们吵架 辩论道理啊 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那我就借用这一段十五节的结论 就说 就要常做准备 像我刚讲的 道理的准备 就在于平常我们平静安稳的时候 道理准备了 然后呢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也就是说 当我们遇到类似的 有不满的事情 别人对我们不满 我们好意做事情 别人对我们有意见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 做好准备 然后呢 用温柔的心 我们去怎么样 回答个人 只要有温柔敬畏的心 心是意念 你有这个观念 你的言语 你的行为 就会温柔且敬畏神 这个是心的问题 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强调 心 所以基督在这里写的是什么 温柔敬畏的心 只要有这个观念 那么你的言语行为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就不担心了 因为你的出发点已经是 要温柔敬畏的心 所以会用各样的智慧能力 以及我能够表达的话语 跟态度去跟对方说明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至少能够趋向于那个 道理用的方向 就是彼此相爱 主那一家 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好来看最后的结局 什么记下的二十章一到二节 因为大家不欢而散 就已经吵起来了 这边不满 这边回答很硬 没得商量 二十章的第一节说 在那里恰巧一个匪徒 名叫士巴 是宾亚敏 比基利的儿子 他吹脚说 我们与大卫无分 与耶稀的儿子无色 以色列人啊 你们各为各家吧 第二节 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 跟随士巴 那犹大人还是跟随大卫 结局 我们说今天的范围就到第二节结束 其实在第二节 其实他是一个结果 就是一个影响 就是以色列人跟犹大人 相争 为了那个 就是 其实所遇到的事情 老实说 用后人来读的话 小事嘛 其实大家都好意 都是为了王 为了要迎接王回来 这件事情 说起来是 你可以说是国家大事 但你可以说 这算什么呢 这都是好意嘛 都是要邀请王回来 只是犹大人 偷偷的 没有商人就先做了 其他 以色列各支派 不高兴 在那边 如果你后人来看 也可以看得那么淡 但是呢 我们要看到他的影响 他的影响变成了 内战啊 分裂啊 所以说起来 可大可小 那我们 有时候我们言语 没有谨慎的回答 有时候因为一言不合 就分开 那后来 其实最后的结果 这个四八有被杀掉 所以国家又恢复 统一的 可是在很多年以后 就是大卫王的孙子 罗波安王做王之后呢 他也是因为话讲得不对 真正造成国家的分裂 一直到两个国家 北边以色列国 南边有大国 就被消灭了 这必然就没有和 和为一国 然后没有彼此和睦 那是很可惜的 到后来 我们以后再讲到 《猎王记》的时候 那就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所以一句话说得合宜 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这是我们常念的声音 但是我要分享的是另外一段的话 《箴言》二十九章第八节 《箴言》二十九章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经 《箴言》二十九章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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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我们读的二十章第一节 四八就起来 吹脚说我们跟大卫没有关系了 各回各家了 跟随我吧 脱离大卫 所以他就是趁虚而入 趁着大家在不和的时候 他钻进去了 然后就怂恿大家分裂 这就是四八 也说这件 以色列跟犹大人相争之后 所造成的结果就是 让四八这个匪徒趁虚而入 造成那时候的短暂的国家分裂 还好最后没有多久就消灭了 因为四八就被人家杀了 被交出来 所以大家就和平了 但是呢 在这件事情 但事实上这次受到这个影响 是让匪徒趁虚而入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常说要争一口气 讨个公道 这是我们的选择 可是呢 我们借由圣经的道理 以及我们看了许多的 别人发生的实力的话 也要提醒我们 有时候在我们相争之后 谁得利 以前的古文老师讲什么 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这是我以前学的古文的道理 圣经里面讲的其实也是有类似的 同理啊 相争之后就不和睦 谁来 以我这事来讲 魔鬼就介入啦 他就趁虚而入 藉由控制 影响人 来介入我们的团结 所以记住 我们所领受的道理是 一家精神 一体精神 是和睦的 是彼此相爱的 只要我们要有敏感的心 只要有不管什么事情 是破坏这些原则 破坏我们和睦的原则 破坏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则的话 我们要敏感起来说 你这个人的言语言论道理有问题 要敏感起来 不要讲什么 我们民主一讲了 我们就全部都接受 要谨慎 只要是分裂的道理 破坏和睦的就要谨慎 就像我们打疫苗一样 要敏感起来 才能够去消灭这些 有读的道理 有读的言论 让我们今天能够作为神国的子民 是健健康康的神国的子民 是道理上的健康 而不是在那边相争 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 有智慧的人 这也说 智慧人只惜众怒 能够让大家的怒气都消下来的话 那真是要有智慧 所以愿觉出示给我们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 属灵的智慧 能够止息众怒的智慧 这是我们该学习的 所以愿觉出来 加听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力 让我们可以做一个 优质的基督徒 那我们的道理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来唱诗 感谢您的观看